我们中国人讲究吃 非常羡慕那种有口福的人 真的 什么有口福 要吃他吃得到 他还能吃 可以吃 在我们阴阳五行来讲 肠胃是属于土 然后火生土 所以我们等一下 列出来这个十二生肖 被列出来的生肖 应该是属于火或者土的生肖 那另外我们用人像学来讲也可以 人像学说一个人 有没有口福看嘴巴 嘴唇比较厚 嘴唇比较红 或者舌头比较红 嘴角往上扬的 就是跟嘴巴 口福跟嘴巴有关 那嘴巴的这嘴唇 我们人像学的就是皮 就是土 然后舌头是火 所以我这样讲 还是属于火跟土的生肖 它比较有这种肠胃永健 特别有口福 好 现在我就把它列出三种来 我再强调十二生肖都有可能 当然也都有例外 那么我列出来的三项 只是火土比较 机会比较大的 第一个 第一个生肖 有口福的是属龙的朋友 龙就是属于土 那因为他是乐观开朗 追求完美 也就是说属龙的朋友 他对吃这方面要求比较高 他要食权食美 色香味要俱全 问题他又吃得到 有些人想吃还吃不到 他又吃得到 而且他吃得到 他会自己去做 他会找朋友一起来吃 那我们比较有名的就是 傅培梅的女儿 傅培梅是有名的 陈安琪老师 对 陈安琪老师 陈安琪老师就是属龙的朋友 属于属龙的 他就是他会吃 能吃 他会欣赏 要精致 但是他又吃得到 还自己去做 对 这个就是属龙的朋友 好 这个第二个呢 是属火的 是属马的朋友 这是土 这是火 那属马呢 善良 热情 眼光独到 什么叫眼光独到 他对食物的要求特别的高 那他能够 当然他也是会属于自己动手 他很执着 吃对他来讲 是一天中重要的工作 他不会忽视 他说今天什么什么 我就随随便便 他不会 然后他呢 也喜欢这种吃的这种气氛 那然后他 讲他会动手做 那最有名现在 目前台湾的这个美食家 或者烹饪家 阿基斯他就属于火的 他就是火的 就是属马的年次了 是 好 这样就有列到第三名 第三名还是土 是属狗的朋友 那属狗呢 他是 忠诚可靠 味觉灵敏 你就要想到狗嘛 对于吃 他那个鼻子非常灵敏 哪里有得吃 哪里有好吃 他就往那边去闻过去 也就是说 据说属狗的朋友 他去到任何台湾的一个乡镇 他马上先 第一个先去找 这一个乡镇 或这个都市 小吃店 小吃街在哪里 什么地方有好吃的东西 他一直闻着过去 问题他闻着过去 他又吃得到 他不会说 他有这个机会 他就能吃 不会说有的是怪物 怪的奇怪的食物 他就排斥不会 狗通常只要好吃的 他都 不管人家说 那个很奇怪 他就很臭 或者是位置 样子很怪 他都能吃的 很多计程车 问讲是美食家 大街小巷 哪边有好吃的 他们最清楚了 就是这个 好 当然我再强调十二生肖都有可能是美食家 都是可能有口福 我特别举出这三项 给观众朋友做参考 我特别的心底下来说 我特别的心底下来说 我特别的心底下来说